Dream Media Production 製作的千字緣 歡迎大家收看 Dream Media Production 所製作的千字緣 現在來到第七集的千字緣 終於到阿牧 心情如何? 心情也是這樣 今天我們又會學些什麼呢? 今天就因應一陣間有個來信 所以今天教我是尋忍的 或者是行刃的 因為都收到觀眾來信 就是台灣的觀眾 雅文 他就不見了一隻貓 究竟這個事件是什麼呢? 我們在阿牧老師教大家 如何測完事之後 就會看看這個案 好 今天就教測這個行刃 或者這個尋忍 行刃和尋忍 為什麼呢? 行刃很明顯 就是 那個人未到 但是你會知道它是來的 那你又想知道它大約身在何方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了 尋忍到很明顯 它不見了 其實 測這個行刃或者尋忍很簡單 字裡面不會有尋忍 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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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不華 而且你一看這個字的時候 不會看到這個字就可以了 就是你的靈台 不會覺得這個字像那個字就可以了 如果有這幾個字的蹤影在那裡呢 那就是代表那個人不會來 或者有延遲 或者是 總之是有一些事令到它阻到它來不到 那那個 來到那個期呢 就會很難測的 那如果是有延字邊的話呢 就是 延有信 人未到 就是它 你應該會先收到它的消息 但是它就沒有那麼快會到 那是這樣的 哦 這個方法 就是行人是可以測那個人 是什麼時候會來到 那就是有些朋友遲到 經常都睡不醒 那就可以測一下它 什麼時候才到的 可以的 可以的 是 但是 剛才你說的 那些 例如 有些意思就是那些 例如 筆 或者是停 那些代表它不會到 是的 那些是不會到的 是的 那 你就要看清楚 還有我剛才沒有說過筆字的 是 停 待 斜 尾 尾 是 那些就是不會到的 但是有信 言字邊那個呢 就是 它會來的 只不過是 遲些 它會給你 首先會收到的 是它的消息 就告訴你 它會遲到 是的 就是這樣 會不會測到 雖然也不老例 但是會不會 測到 它可能在中途會遇到 有意外 會不會有機會 可以 那 那就要 其他東西 就可能 如果你的字裡面 有個 打橫睡著的 人字 是 就好像每 每天的每節 還有一個 打橫睡著的 人 哦 就是上哪個部手 是的 那就是可能說 它病了 來不了 那如果你說 就是 這麼不好意思 這樣說 去了的話 那 多數你會見到 有一個 是 有一個人 他就 跟他 譬如 我是那個老闆 你是那個 管掃那個 那你就 在那間店裡 幫我管掃 這樣的 那 我出去放債 我放了債出去的時候 你會幫我收 是啊 那你會告訴我 大約幾時回到 我都預料到你 會幾時回到 但是呢 老闆呢 就遲遲都沒見他回 是 老闆就相信 你這個臭小子 不是夾帶司徒啊 跟著就 走了去 問那個測治先生 給了一個 愧字 是 他遲遲都沒回 是幾天都沒回還是 因為 是過幾個鎮去收帳的 哦 那 就是 他遇到那個時間 你過了幾個月 因為 那時候回來 差不多過了大半年 哇 大半年 病都病好了 在中途 你斷腳都爬到回來 其實 這個不是近代的事 是很久了 很久了 然後 那個老闆就去找一個測治先生 寫了一個木字邊 然後旁邊做一個鬼字的字 鬼字 鬼 鬼叫鬼字 不是 是一種樹名來的 哦 寫下大約軍 然後那個測治先生就說 哦 他應該在森林裡遇險了 已經死了 哦 為什麼呢 是木下鬼 是 那就是他已經離開了 就是 成為了木下邊的鬼 鬼魂 叫他去一些樹蟲尋找他 是 結果在森林裡發現了他 就應該是被打劫的馬賊 就是打劫的馬賊 就搶了錢殺了他 噢 他的屍體就在樹下 但是也不是 找到他那裡已經是一排骨 怎麼證明到那個是他呢 只是 靠他爛了那些衣服 證明到那個是他 是 那真的很長時間 是啊 但是好像我們之前那個測治 我們可以去改變或者避免 好像套回來 我們例如有些朋友在出來 但是 但是可能我們無聊測的字 看看他多久才會到 那見到他可能會 就是有遇險的狀況呢 通知他是不是可能可以通通法呢 通常 字話給你聽的是 你什麼都不做 會發生的事 如果你告訴你的話 都是避得就避 應該避到的 是啊 是 那大概說了一個行人 這個怎麼去測 那 那是否開始說尋人 啊 是啊 以前呢 就有一個 男人 在戰亂的情況之下 那老婆就走了 他一早起床不見了老婆 那我就很害怕 然後找雲都不見 找雲都不見 然後他就去找七子先生說 你不要急 你坐下寫個字 然後他就說 我不會寫字啊 然後他就說 沒有所謂了 沒有所謂了 總之你給我表示了 令到我幫你插到字了 然後他就說 啊 好啦好啦好啦 然後就 就隨便做一些東西出來 做些什麼出來呢 拿了銀包出來 就是有錢袋出來 一手納 納了多少錢出來 然後放在桌面上 剛剛數到的數 就是三十個銀幣 那些銅幣 那抽什麼字呢 三十個銅幣 那抽什麼呢 那抽到三十 三十一個字 首先三十 然後再拆 就是拆到 因為那些錢 一個 以前也有很多錢 是一個 那些銀幣 那些銀幣 大三十 拆到大三十 然後拆到那個賓字出來 陷入一個賓字 為什麼是賓字呢 是窮賓的賓字 大字 在上面那個大字的位 然後拆到十 然後那些衣服 那些衣服是橫的 他將兩棟 變成大一隻 是 那就是為奔跑的賓字 即是說他老婆走了路 哦 所以老婆 即是因為戰聯的時候 就怕就走了路 還是跟了一個男人走了路 未知 也沒有說 即是說他走了路 哦 那就殺了 那就完了 然後那個老公很出門 他老婆就問了七叉先生 我怎麼找到我老婆呢 是 然後他說 我多少錢都無所謂 然後拿到三十個大銀出來 是 三十個銀子出來 是 然後他說這個數是六十 然後他就六十 你就拆開大 六十 然後會拆到什麼 太平 太平 是啊 你試一下大 六 那一點 然後那一點移上去 是 就變成太字 是 然後那一環和那兩點移到十那裡 就變成平字 是 太平 就是他去了一些太平的地方 哦 那所以呢 即是可能去了隔離的國家 哦 所以這個老公就去了隔離的國家找他 是啊 就真的在那裡 是啊 就是這樣 但是隔離的國家都應該很大的 可能 總之他就找到 是啊 那問到一些東西出來就完了 這個故事 就完了 就是這樣 所以 其實你說測試 可不可以很準確地告訴他 Exactly是這個位置 沒有可能的 他只會告訴你那個方向 是 就算我們用絲襪也是 他都會告訴你 大約的方向在哪裏 就是這樣 就是 總之就是大概的 但是真實能找到 都要事在人為 是的 是一個 一個指引 有時候 好像一陣間這樣說 一陣間有個沉人那個 其實都不是人 是貓 是 遇過了 那 尋貓那個得出來的絲襪 都是告訴你 他在哪個方位 但是告訴你 找不到 是的 是的 就算你去那個方位 他也找不到 他只會告訴你 他是平安的 在那個方位 是這樣的 但是 會不會從字裏面 都會看到其他 例如 好像沉人 會不會在字裏面 好像剛才說 來的時候 就是那個字都已經告訴你 不用沉了 其實這個人已經 遭遇到一些不測 好像剛才這樣說 一個惡人 就是躺在那裏的人 或者你看到 一些 我們掛像話 熟音的東西 那你都要小心一點 譬如好像木一樣 其實 這包椒樹的木 其實下面都聚陰 還有我們都叫人 晚上的時候 不要走那麼近那些木 因為可能是 有夜洩在那裏 避雨 避太陽 我真的不知道 哦 原來是這樣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方法 例如 尾 扯 停 其實是 可以套到行人 和沉人裏面 是一樣的 哦 總之你行人或者尋人 你看到這幾個節 都不好的 就是它不會來 但是你說什麼事不會來 你就要再看它其他東西 有什麼配搭 因為有時候 譬如你那個 那個味字 你可以有個 上面有其他東西 或者有些東西包住它 本來你要再看 就會看到它什麼事不來 好 好啦 那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去一去廣告先 廣告完回來之後 就跟大家說一下 雅雯這一位觀眾 他這隻沉貓的事件 好 那回到節目時間了 大家看完那個 應該會很開心 好 那就開始說一下 這個觀眾 來自台灣的觀眾的留言 好 太太 他說 我住在台灣的觀眾雅雯 上個星期 那隻貓咪 阿哥 不見了 請問 木木老師 可以幫他找一下嗎 麻煩木木老師 那 而 雅雯呢 他寫了的單字 就是一個 雀字 得雀的雀字 那 就 希望 木木老師 告訴你 他的貓咪在哪裡 好 那雀字呢 他又給了個號碼 是的 他的號碼是多少 他的號碼 讓大家看看 號碼是十一 十一 我們就寫了一個絲掛 麻煩你能讀出吧 經過這個轉接之後 已經刷出了這個絲掛 那個絲掛就是 文書不見 信難通 是346號 文書不見 信難通 君問尋人 也英雄 人在東南 得飽戀 遲遲方去 有相逢 看到一個絲掛 就說 他在東南 你都飽了 還吃得飽 吃得飽 但你找不到他 遲些才會見到他 哦 因為 有相逢是遲遲 但有相逢的意思 會不會 即是他 即是 相逢的時候 即是那個 現在可能那個新主人 不讓那隻貓 會不會 我想到幾難 是 因為 你想一下 他可以有 阿民 阿民 阿民家走出來 你以為你找得住他 而且他說 遲遲方他有相逢的時候 即是他一定會見鏡 只不過是遲些才 即是 你看回 他給個雀字 他給個雀字 有些特別的 他不是草花頭下面做個姐字的象 而是這個 這個 楊字 楊字一撇 然後再做個木字的象 是的 得象的象 雖然現在很多人都會用 簡寫一些 就是這個 就是 都是讀個住字 即是作者那個 草花頭 然後加個姐字那個 但他又給了這個 這個為什麼呢 那 那 楊字 楊字的頭 但這次不是假的楊 是 是像楊字一樣 又是個楊字 楊 即是楊的肥皮白白的意思 即是暫時仰著他 那 看到大家 可以討論上一集 其實 上一集那個 外面老公有沒有外語 又是楊字 下面又是楊 但是 意思就沒有了食字 那就代表 就是 就是 他老公就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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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他 上集 上集 他認為他養不 就是養不 養他 但今集 為什麼又可以看到 是養得 養得 養得 不能說沒有食字 我們經常都說 為什麼要給我一個號碼 就是這樣 是 絲掛 你看看絲掛就知道 突爆亂 所以 我們就說 測字其實 就算你零台 硬清零都好 你都會有機會解錯 但是如果你加上絲掛的話 絲掛 那絲掛 你就會解的東西都在絲掛裡面 那你就會安全一點 起碼 錯都不會錯得那麼離譜 哦 原來如此 嗯 繼續解答 然後下面有個 木字 叫木的木 你要把木字變成建字的時候 你要拿八字下面 哦 所以 大約八天左右 那 由他來信開始計 八天的話 應該是十六號 哦 十六號 這個節目就是十三號出街的 那就 過了幾天 過了幾天 三天就會看到十六號 是 是啊 那 那隻貓咪就 就沒事了 會找得回來 還肥肥白白 不過 都是那句 養貓就 小心點 小心點 門窗 不然他又走出去的時候 下次可能會不會這麼好 是 但是 但是有沒有其他位置看到 因為他是插到 就是加個八字下去 就可以八日後相見 是啊 那麼 木字 接著加個八字 就成為了建字 如果你只是木字的話 就沒能見到 哦 那就 八日後就可以相見 但是有沒有說 就 就 看到是 怎樣可以見到他 或者就是 拿不拿得回來 那隻貓呢 因為可能新主人都不想 給他回那隻貓 會不會有這些情況發生呢 我看就未必會 因為他 那個 那個字 和那個感覺就是 讓我看到 這隻貓是喜歡到處走的 是 牠去哪裡你猜不到牠 是的 所以 所以 所以他都 如果拿得回來 隻貓的時候 就要緊收 他 去 take care 他和 都是那句 出戶網的時候 關個衣門窗 要不然他走出去 就麻煩了 是的 好 你都記得了 之後都來信 看看 究竟是否 十六號 就可以見回那隻貓呢 說到一件事 就算你貼街招 都沒有用的 就是貼著一層貓啓事 都沒有用的 因為簽文都寫了 文書不見難通 信難通 信難通 即是 你不會有回音的了 哦 原來是這樣 不過我都猜 阿文應該都貼了街招 應該很掛著這隻貓 但是 就是 因為 因為 司法都說 文書不見信難通 君問尋人也英雄 即是 問人家都不會知道 那隻貓在哪裡 那八天後 牠是怎樣可以找到這隻貓呢 不用 自然要那隻貓會找牠 反正 哦 因為那隻貓是會到處跑的 那就跑回家了 是啊 哦 自己回家 不是 真的挺頑皮的 下次真的要用繩綁住牠 你會見到 為什麼我這麼肯定 是 八天之後會見到 還有牠 是自己回來 下面的木字 是 你加多兩桶 變成回字 哦 哦 牠自己回來 原來的 就是這樣 所以 對 就 小心點 對 對 阿文記住 八天之後 即是十六號 記得開著門窗 開著大門 等到貓咪自己回來 對 好 就這樣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那也是 勸了 阿文記得去做試試 還有 大家如果想測試 也可以上去 worksecret.daydream.es 請 木木大師 不是 木木老師 這集阿文叫 這集阿文叫他做 木木老師 要開心了多久 怎麼也好 大師 大師我勝手 大哥 記住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找我們幫忙 好 那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集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 下集再見